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開始 《仕途行者2》 為了配合故事 和給觀眾一種新鮮的視覺體驗 所以特別去海外取景 我們這次的《仕途行者》 去過泰國、深圳 觀眾都會覺得很新鮮 我們去到泰國 就怕了一個人坐著快艇 在湄公河出場, 很有快感 除了湄公河 泰國的廟宇和街道都充滿地方色彩 臥底故事在這些場景上演 更加提升質感 我們在曼谷是看著你 不讓你亂來 做狗 總比做微高我來投尸 而在深圳 我們找了很多場景 跟香港建開的很不同 其實你不是高 我也是在那邊 這麼久來也沒理由不站出來 謝謝… 今天就在深圳借了一個海洋世界 看到, 很好看 你說在香港怎麼拍的? 我們會覺得新鮮 也很壯觀, 對吧 不是我跟你努力就可以 不如把最美好的東西放在心裡 陳豪那個豪宅 在香港你怎麼找 根本都找不到 簡直像自身在杜拜 面對一個很大的沙灘、海景 有了這些外地的特別場景 令整套視徒行者兒 更加眼前一亮 記得鎖定9月18日 星期一晚九點半 觸目首播 保證大開眼界